大家好,我是小颖 不要一堆,不如每天挤力它 教你养生吃法,面色红润,气色好 我们大家都爱吃葡萄干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矿物质 以及各种微量元素 尤其是铁元素的含量非常的高 今天就用葡萄干来分享一道养生吃法 这种吃法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葡萄干的营养价值 首先,准备100克葡萄干放入盆中 加入少量的清水 先把葡萄干湿润一下 接着,再加入一勺面粉 先把葡萄干抓洗一下 我们都知道,葡萄干在晾晒和运输过程中 会沾染非常多的回尘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吸附葡萄干表层的杂质和灰尘 抓洗好了之后,再加入清水 把葡萄干清洗干净 洗掉葡萄干表层的面粉 经过这样的处理 葡萄干折皱出的灰尘就彻底的清洗干净了 清洗干净之后,把葡萄干用滤网过滤出来 接下来再准备一些米醋 用白醋或者橙醋都可以 把控干水分的葡萄干放入碗中 然后再倒入适量的米醋 没过葡萄干就可以了 用勺子把它搅拌一下 放在冰箱冷藏保存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经过醋泡过的葡萄干膨胀了很多 这样醋泡葡萄干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醋泡葡萄干 一次可以少做一点 做上一天的食用量 每顿饭吃上两勺 对身体的好处非常的多 有非常好的补气血 预防贫血 美容养颜的效果 尤其是女性朋友 可以尝吃一些醋泡葡萄干 尤其是皮肤辣黄 气色差的朋友 可以试试这种吃法 酸甜可口 非常好吃哦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